YO! Guys! 相信在拍攝影片的人一定都會遇到 要如何錄製手機畫面的這一個問題 雖然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種方式 譬如說你可以透過 APP 錄製你的手機畫面 你可以透過擷取卡錄製你的手機畫面 甚至你可以用相機錄製你的手機畫面 但是呢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更快速更簡單的方式 其實在不久之前呢 Google Play 跟 Android 系統推出了一個 非常方便錄製手機畫面的功能喔 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看看 看這個功能到底要怎麼使用喔 一起來看看吧 好的那首先要在你的Android 系統裡面 找到現在目前畫面上左邊這個綠色搖桿的 icon 然後呢 點進去之後 這邊就會有你已經有下載過的遊戲 在左邊這邊點擊我的遊戲 就是你目前手機裡面目前有的遊戲 那任何你已經安裝的遊戲 都可以進行手機的錄製喔 接下來點擊遊戲的 icon 就可以進入到資訊頁面 那可以看到畫面的右邊呢 就有這個錄影的按鍵囉 那點擊這個錄製影片的按鍵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720p或者是480p的這個影像錄製 好那選擇好畫質之後呢 點擊開始就可以進行手機畫面的錄影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錄影又有額外的哪些功能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從剛剛到現在在畫面的左上角 都有一個小小的圓圈圈裡面 一直有出現我的頭像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要錄製人 只要這個手機畫面 只要點擊這個框框之後呢 就會出現三個icon 分別是麥克風 然後視訊鏡頭 以及錄影停止以及開始的按鍵 那選擇這個視訊鏡頭的按鍵之後呢 點一下就可以取消掉前鏡頭的拍攝 另外呢 它的聲音錄製是利用手機本身的麥克風 所以可以同時錄製到遊戲發出來的聲音 以及人所講話的聲音 那你就可以依據你的需求 來去取捨需不需要開啟這個麥克風的錄音啦 那在最後呢 只要點擊這個錄影停止按鈕 它就會停止錄影 然後並且將影片儲存到影片庫 那如果你想要找到你錄製的影片呢 只要開啟相機的應用程式 然後找到裝置資料夾 然後它會儲存在裡面的螢幕側錄的資料夾裡面 就可以找到你的影片喔 另外呢 要使用這個錄製功能的話 Android系統必須在Lolipop以上才可以使用喔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大家趕快去試試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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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